圣经都读不懂吗? 欢迎收看清晨甘露 让刘伟芒牧师来为你解答 弟兄姐妹,早安 又是一个美好的礼拜 我们要继续来读贴商人家后书 我们今天要读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二节 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 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不凡的意义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男主的 等那男主的背属去 那是这不凡的人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这样的荣光废掉他 这不凡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行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故使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幻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是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那弟兄姐妹讲到末世 末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题目 那从末世圣经的学者 他们这样分 从耶稣来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末世 那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 然后升天到现在又过了两千年 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已经到了末世的尾端 就是到末世的末世 那换句话说 耶稣已经快要回来 那弟兄姐妹你知道 这个以色列人复活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因为耶稣说 祂说你们看见了这个无花果树 发弄斩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进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 就知道人子进了就在哪里 就在门口 那弟兄姐妹意思 就在门口的意思 就是接下来就是开门就进来了 那所以弟兄姐妹 那这个无花果树发弄斩业 是因为以色列人 以色列的这个国家 就是以无花果做他们的代表 那所以这个无花果树 发弄斩业 那当然是指着以色列的复国 那以色列人亡国了两千年之后 竟然可以复国 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一件事 真的在1947年 以色列人真的复国 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 我们中国历世历代改朝换代 是已经很多次了 是不是 那弟兄姐妹你知道 明朝灭亡的时候 就有一群人说 他们要反新复明 弟兄姐妹 那后来呢 连清朝都已经没有了 明朝也没有变成 没有变回明朝 也没有变回明朝 没有一个朝代灭亡以后 还可以再来过 何况一个国家灭掉了 还怎么有可能再重新复国 而且经过了两千年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到哪里去了 根本也都没有国家了 那这个百姓 当然就是世处漂流 那弟兄姐妹 真正的心情 神应许他们的一经作证 那弟兄姐妹 这些事情都已经正能了一件事 这个末世的日子已经临到我们 那这边这个保罗 特别讲到末日的预兆有两个 第一个是离道返教的事情 就是这个一端学说 这当然整个教会历史上 一直充满这个 可是在今天是非常多的 东方闪电 这个同志教会 哇这些东西 这个都是我们不能够明白 那这就是离道返教的事情 那会越来越多 那第二个就是大罪人 那这个沉沦之子 不法的人 那这个但一与书 今天我们不是解经 所以我们就讲到 这个 以这个 明明这是不对的事情 却把它讲成好像都对了 那弟兄姐妹 这个同志运动 就是其中的一项话 那以前哪里 这个同性恋的人都是很害怕 都是不愿意让你要知道 现在哪里是这样 现在变成 他们才是正常的 我们变成不正常 那弟兄姐妹 为什么这样子 弟兄姐妹 这就是一个末后末世的这个现象 那弟兄姐妹 我特别要讲到一个不法 那不法的意思 就是 这不法的意思 就是 他们就是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那不管上帝怎么样说 不管人怎么样说 我认为对的 我就去做 弟兄姐妹 这不就是这个 这人是这样子的吗 这个政党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他们就去这样子做 不管别人怎样 他们只要完成他们的目的 就是 对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认为这样做 就这样做 他们发明了一个很伟大的名词 叫做转型正义 那转型就转型嘛 那为什么要加上正义呢 就是 那当然就看见 他为了 为了要达成他们的目的 他就用一个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是违法的 可是呢 他们就用 因为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 这个为了要彰显这个公义 所以没有关系 我现在违法也没有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可是呢 这个世界 已经 照他们要做的事 他们就去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这个就是 最后的世代的状况 那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已经蒙到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一定要 扶在上帝的法则里面 不要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 那弟兄姐妹 这边讲到不法的引译 就是讲到一个邪灵 在那边运作造成这样子的状况 在社会里面 在家庭里面 在教会里面 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 这个人 任意而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上帝有他的法则的 在教会里面 有讲到 保罗是一个 最讲 最讲 属灵的 这个自由的 是不是 但是 他却告诉我们说 在教会里面 怎么样行事呢 就是按着 这个次序 规规矩矩的 要按着次序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学习 放下我们的自己 跟随你的属灵的领袖 那你的属灵 你就不是完全的人 不是完全 你如果要去断定他 论断他的话 那结果是什么呢 那你就变成 你就变成了神 你知道 这就是不法的事情 我们没有权柄 去论断我们的领袖 那弟兄姐妹 求主怜悯我们 他在上帝的面前 神来管理他的国度 他的国度 有他的管理的方式 我只要负责 我的事情就行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这些日子 我们也有看见 仇敌也会借着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你想看 我们的孩子 如果要来 来论断父母的话 那不得了的 不得了 那我们父母 是不是都是完全的 当然不是 可是弟兄姐妹 做儿女的 就是要来尊荣 我们的父母 不就是这样子吗 如果我们走在这样的路上 你就看见 这个家就是蒙福 蒙恩典 蒙恩宠 蒙祝福的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那为什么 我们在我们的 属灵的路上 我们胖到难处 我们就走不过去 好像我们 我们的属灵 就没有办法进步 弟兄姐妹 原因都不是在外面 原因就在我们的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 而不是成为一个不法的人 求主恩待我们 弟兄姐妹 感谢主 那你知道 当我们每一次不服 我们每一次成为一个不法的人 我们就进入了一个 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匣子 所以神的祝福就被卡住 神许多的祝福 就因为我们不服不愿意 我们就卡住 弟兄姐妹感谢主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与众人和睦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跟 不要有跟任何的人 不管是谁 我们不要跟他建立 好像有一个不对的那个关系 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 造成上帝的祝福被卡住 让我们求主恩待你 让我们与人与神 长存无悔的良心 让弟兄姐妹 负我们自己的责任 你不需要负你的属灵 属灵的 他们的领袖的责任 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你看见他们的软弱 他们的需要 那不需要 你要动手 你要动你的口 你要来救证他们 你就不是为他们祷告 弟兄姐妹感谢主 上帝有他自己的法则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要走在上帝的法则里面 我们才是有一个有智慧 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恩高里面 不断不断的成长成熟 谢谢主 主与我们同在 保守看过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 不安心 被谬不法的世代里面 我们做一个敬畏神 爱神 跟随主 顺服神的人 上帝里面同在 阿们